Cube是除了YG、LEN、JYP以外的韩国第四大娱乐公司,性感女王金炫雅为其旗下一解,就在前不久韩国娱乐圈放出了一则重磅消息,性感女王金炫雅与同公司一人金小钟向媒体公开恋情,而韩国第四大娱乐公司Cube娱乐的反应,却是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,先是宣布中断金小钟的活动, 一次被血藏,再后来发表官方声明,我司在一人管理方面一直把相互间的信赖和信任放在第一位,在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后,最终觉得无法恢复与炫雅与两位一人之间的信任,最终决定让两位一人退出,这里要注意,不是解约而是辞退,而另据媒体爆料,金炫雅与金小钟是看了新闻 才知道他们已被公司开除,在这之前,完全不知道公司的决定,娱乐公司开除公司一姐,这在娱乐圈里也是几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,这次Cube娱乐的态度非常强硬,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韩国网友们的评论,国内贴吧网友的评论, 哦吴明是一只,姐约了马儿,所以马儿今后该怎么办呢,不会真的就这么退了吧,Trivalu,从来没听过公司开除一人的,开除一姐是不想混了吗,可怜我家炫雅就像职员被公司开除一样,童话不要醒,你们没意识到重要性炫雅? 首先以前的知名曲可能唱不了了,对于公司因为恋爱,信任问题开除一人的事情,你是怎么看的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,大家一起讨论。